锦衣之下被牢牢禁锢在路易怀中的惊吓 明白了他此刻存的心思 有些紧张的手足无措 视线四处缥缈 无处安放的模样 落在路易眼中只觉得颇为心痒痒 路易在此宽衣解带之时 红着小脸的惊吓算不得配合 却也不再反抗 一切只因这个人是路易 是他原惊吓的夫君呀 偏偏某人还不如他意 动作四条都一般 甚是缓慢 惊吓只得低声催促他 大 大人 我冷 冷 且不说屋内炭火充足 光是涨下的体温就让人倍感凿惹不已 路易此刻才不会着了这只小野猫的道 那夫人献下说说 方才饭桌上你是不是邀请我一起洗漱来着 明明得了便宜的某人 嘴上也不饶人 不依不饶的要惊吓开口承认 也寒春波的瞪了他一眼 惊吓也不开口 那看来是为夫误解了 哎 路易故作委屈地叹了口气 惊吓见他如此叹气 瞬间犹如撸顺毛的小猫一般 乖顺得很 搅着手指 犹豫了一下 压下心中的那抹羞涩 柔声开口 大人没误解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办而已 原本路易其实只是打算打去他一番 顺便为自己谋一点小福利的 省得他每次都撩人不自知 只是眼下这般情景 他怕是收不了场了 有我在 路易谋色一案 低沉地吐出三个字 衣衫见解 路易随同仍而一道跨入玉桶之中 偏头蹭上自家夫人的脖梗 好比是蝴蝶的落点 轻角又暧昧至极 惊吓哪里受得了他这般动作 不自在地拧了拧身子 躲也躲不开 前置之下 那滴溜溜的大眼睛不自觉地盛满了水光 既漂亮又脆弱至极双眸看向路易 本就为他着迷的路易 哪里还忍得了心上人的这类眼神 要知道 这间卧房充满了二人成婚至今的各种回忆 那些片段翻江倒海 一般都跃入了路易的脑海 路易只想让那回忆更加的丰满 这一晚的路易疯得厉害 自诩下野的惊吓 口头功夫是厉害 遇上路易 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浴桶里的水洒了一滴 点点滴滴 烛光温软 暧昧又悠长 屋内烛火盈盈 满是的泳泥春色 时隔一年之久的路易 自然不希望那么快明金收兵的 奈何已尽天亮十分 低头看了看怀中软绵绵的惊吓 想要为他调整个舒适的姿势 大人 真的不能再来了 他一有动作 惊吓便开口求饶 路易哑然失笑 看来是真的累到他了 蹭了蹭他的小脑袋 调整姿势拥紧 知道了 你乖乖睡吧 罢了 横竖他们都是来日方长 往后余生还有那么长的时间 不急 不急 惊吓醒来之时 太阳早已高高升起 不是自然醒 不是恶醒 是被难受醒来的 想想也对 往日里这个时辰 他是该为孩子了的 难受的不仅仅是胸部 浑身都快散架了一般 摸了摸另一边的床榻 已然是凉了 这个时辰 自家大人和该是去 办公了的 虽然知道他外出办公是必然 但心中难免还是有些空落落的 顾不得他多想 挣扎着准备起身更衣 下榻之时 双腿一软险些摔倒在地 好在也明手快地扶住了床边 路易端着面时进来之时 路眼的便是自家夫人 气鼓鼓地坐在床边 瞪着自己看 自知理亏的路某人 深知此刻说什么都不对 索性也不滋生 去衣橱取了衣裳过来 眼神是一塌身胳膊 惊吓也不是第一次被他伺候更衣洗漱 想到自己身上的行星点点 怕让他替自己更衣 又引起什么不可描述的后续 大人 我还是自己来吧 刚刚那样瞪我 你确定自己有力气 我帮你的话就快一些 再磨蹭下去 一会儿面就该不好吃了 路易为理会他小小的抗议 劝解道 可是 你放心 我还不至于这么没有分寸 那好吧 惊吓伸了胳膊 配合着路易 乖乖地让他帮自己穿好衣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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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